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我們現場 Avenue創意方程式的現場 這次非常開心 因為剛剛聽到了段隆還有奧納莎老師也提到 這平台非常多樣性 非常的有趣 很多書人可能會在這邊可以創作 還有很多的功能 社會這樣子的一個音樂平台 我想AKP48 社會有日本的女子電話代表 當然是很缺习這樣的音樂平台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是預計會在 Avenue創意方程式裡面 然後來做一個相關的影音 還有興趣的一個發送 只要是AKP48在台灣的一個相關訊息的話 在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包含一些獨家的一些商品的話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的一個販賣這樣子 很希望接下來在AKP48在台灣有更多的一個發展 包含的話可能大家在去年12月的時候也看到了 AKP48首次派出他們最紅的一個姐妹團 HKD48在台灣這邊 然後也來做一個演唱會 那演唱會當中也發佈了 就是幾鄉在台灣這邊 招收一個AKP48的一個團圓 那這是首次在台灣招收團圓 那接下來的一年的畫粉 會路路繼續有非常的活動 那請大家敬請期待了 謝謝